欢迎收看布姬TV我的保养日记 我是苏西 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身体防晒之后呢 这个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的脸部防晒的保养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脸部防晒 就是我一直以来都使用的Kios的防晒 那它最近也有做体验活动 如果有兴趣的人他可以去对上 跪上去兑换这样一个试用包 就是只要下载简讯就可以了 那我会爱用这个Kios的防晒是因为呢 它其实除了抗UVV以外 它还有抗UVA的功效 而且它的PA后面是四个加 就是它可以延缓就是晒箱的时间 其实是还蛮长的 而且它用起来就是是算清爽的 因为呢其实脸部防晒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可能就是有时候如果插到不合适 或是太油腻的防晒用品的话呢 我们的脸部可能就会容易长痘痘 或是有粉刺的部分 那Kios的防晒我是用到现在其实也已经用了蛮多年 有四五年了 就是是没有发生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一直以来就是觉得它还蛮好用的 所以就是像朋友去美国的时候就是还特地去帮我就是买回了一个大瓶装的 就是可以用比较久 所以呢我今天的防晒介绍我会就是用大罐的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那它的质地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水水的状态 它是倒出来是白色的 但是它没有润敷的润色效果 那它就是水状的 那直接擦在皮肤上 其实是很容易去做一个推开的动作的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擦到脸上来看来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就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没有颜色 那很容易其实就可以把它推开了 那推开之后就是会觉得它滑滑的 就是很好去做一个使用 那刚才擦完了防晒之后呢 想要来跟大家做一点小提醒 就是防晒的时候大家可以针对像颧骨或是鼻子额头等这几个地方 因为它们比较突出 所以就是可能接受阳光曝晒的机会也会相对增加 那大家就可以针对这几个地方呢去做一点加强防晒 那它们就是比较不容易比起其他部位就是也比较不容易去晒黑 那就是可以针对这几个地方去就是可能涂防晒的时候 这几个地方就可以再做一点加强 那在选购防晒的时候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要特别注意 它就是有没有防UVV UVA 那它可以延缓你被晒伤的分钟数是有多少 就是除了它就可能添加了一些其他的美白或是什么的成分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在于防晒的本身 因为就算防晒它添加了其他可能有美白功效或是什么保湿什么的 然后其实它的功效还是没有我们在用的保养品来得好 所以呢挑选防晒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要注重它防晒功效的本身 那可能大家也可以就是去挑选一些就是适合自己肤质的防晒用品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大家可以按这边的订阅按钮 也可以按下方的订阅按钮 那这边的话有之前一些保养分享的影片 大家也可以参考哦 那就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 谢谢